大家好,又到了兄弟联加奥系列课程时间 下面是我们这个加奥基础第29奖里面的这个循环语句第二个作业 好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第二个作业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是求这个加瓦,用加瓦求这个阶层,是吧 从1的阶层一直到10的阶层 那么这个阶层呢,是我们数学里面的这个一个概念,对吧 比如说我们说1的阶层是多少 就是1,1乘1对1嘛,对吧 2的阶层就是1乘2,对吧 3的阶层就是1乘2乘3 1乘2乘3,对吧,一直到10的阶层,累计,如果10的阶层就是1乘2的一直乘到10,对吧 乘到10,然后每一个数的阶层呢,然后再累加起来,对吧 再加起来,我们这就是这个阶层求和了 OK,这是我们这个这样一个题,好吧,我们把这个题呢,然后呢,我们来实现一下,看啊 好,我们打开这个Homework,第二个Homework,对吧 Homework 2,打开 好,求那个阶层,那首先我们要确定的是,我们这个要用几个循环啊 小白,然后两个 两个循环是吧,比如说我们外面那个循环,我们就来控制这个从1到10 这个1到10,这10个数,对吧,10个数,然后在是不是每一个数有自己的阶层啊,对吧 对,有这个阶层,所以我们要分两步啊,两个这个循环语句 所以第一个呢,我们用给for,比如说interi等于1是吧,这小数嘛 对,然后i小于等于10,对吧,i加加,好 这个循环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啊,把1到10的数就循环出来了,对吧 对,循环出来了,然后我们说,刚才是有一个累加求和是吧 累加求和,所以最上面我们要定一个 和,和的这个最终的这个 结果是吧,对,最终的结果,好,那么这个循环里面呢,我们就是用来 用来控制,控制什么呀 控制啊,这个 呃,10个数是吧,对,1到10,10个数 对,控制10个数的这个阶层 10个数啊,OK 然后我们在这个10个数里边,你看一下 是不是每次我要要里边又有这个for 再加一个for循环是吧,嗯 再加for循环,Intel比如说,J等于 等于,等于,也得从一开始 是不是从一开始啊,嗯 对吧,J从一开始,因为我们说 呃,一的这样就一,如果是三的话 三就是一乘二乘三是吧 对,一乘二乘三,那应该是 这个,J应该要小于几啊 小于,小于等于 等于,I,I,对吧,对 对,小于等于I,I的数就是我们下面一 如果是一的话,就一乘一是吧,嗯 对不对,一乘一,OK 对,J加加,哎 从哪开始乘呢,是不是要有一个乘出来 是要有一个结果啊,最终,嗯 对吧,对,所以呢,我这里还是要定义一个 每个数的这个阶层的 这个,结果,结果 对吧,我们叫,比如说叫 S等于几啊,一 最少是从一开始嘛,对,对吧 最少是从一开始,OK 好,循环,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S等于多少 S S乘以 G G,是吧,G乘以勾,对 这个意思,那实际上这里有个简写方式 就是你可以用什么,乘等 乘等,是吧,乘等就行了 乘等于,勾 实际上是跟这个S 等于S乘以 勾,是一样的,嗯,是吧 这是一样的,OK 这样的话呢,我们套一下啊,如果是 I等于1的时候,那么就是 乘以多少 I等于1的时候 就小1等1,刚好循环一次,是吧 嗯,乘以轩一次,那就是 1乘1,那S就是1,对 对吧,嗯,好,小1等于,然后就 下一次就,不成立了 对,第二次 I等于2的时候呢 I等于2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 J还等于1,是吧,还等于1 那么呢,1乘以,对吧 1乘以1 旁边的结果,然后下一次 再,循环第二次,1乘2 1乘2,是吧 再等于这个,结果,是不是 哎,再等于这个结果,OK 那每次循环出来的这个值 需要跟哪个进行累加 有,是不是要加到这个 总的数里面去啊,对 上里面数里面去啊,所以上 应该等于什么,加等于 多少,S 对吧,对,加等于S 对吧,嗯,OK 然后这个结果,循环完的话呢 哎,我们就可以进行输出了 输出,哎,假装我这儿 我可以输出一个什么呀,每个 数的阶层我也可以打印出来,对吧 嗯,哎,这是 这是谁的,I的 I的 的,的,阶层 阶层,是吧,是 哎,阶层是 冒号,冒号 就是X,加上 S,对 对吧,加上,S S,OK,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输出一个 这个,总的是吧 对,10个数的核 10个数的这个,阶层的核 嗯,那么就是,是 是,UM 嗯,就是说,呃 10的 诶 10的 这个 阶层 和,是 多少,对吧,对 加上我们的S,OK 这就我们这个,结果了,对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好,编译 哦,编译,OK 诶,这是我们最终的这个 结果,就是这么多,是吧 对,这种10的阶层是这个 然后所有数加写的核,是这个 嗯,OK 哇哦,不错呀 第二题,加瓦阶层的这个 求核,好,我们就给大家 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天下我有 下期再见